2007年,易基金慈善王会上,李连杰为了表达对泰国王室的尊敬,当着刘德华金城武的面向泰国公主献出了膝盖。 泰国公主名叫西里万纳瓦瑞,她是泰国国王最小公主,而对她下跪是泰国人的习俗。 因为在泰国,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执政高官,见到王室成员都要下跪,显示敬意。 他们的跪姿成奇葩的五体投地状,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自己作为贱民的卑微。 不过这条跪拜里只对泰国人有效,至少没见过我国哪个官员或名人给泰国王室下跪,但李连杰却破了力。 这或许不是因为她崇洋媚外,而是由于纳瓦瑞公主太过于尊贵。 纳瓦瑞虽是王室最小公主,但她却有不一样的身份加持,镇国神兽。 纳瓦瑞生于1987年,她从小受过的家庭教育不好,父亲虽是泰王马哈,但她常常留莲花丛对儿女并不关注。 母亲于瓦西达虽是王妃,但在泰国却臭名照著。 于瓦西达本是十八线女行出身,十四岁时跟泰王马哈相恋,十六岁便怀上对方的种子。 这一点非常为王室成员所不耻,后来她花了很大力气生下四子一女,才侥幸嫁入王室。 结果婚后不久,于瓦西达又传出跟一名六十岁的老元帅玩忘年恋。 这件事后来被揭发,于瓦西达名声扫地。 作为她子女的纳瓦瑞公主也被殃及。 马哈知道后大怒,发通告将与瓦西达的丑事公之与众,随后剥夺其王妃、王族姓氏等一系列头衔,被永久放逐海外。 同样,被放逐的还有年仅五岁的纳瓦瑞及其四个哥哥。 正当纳瓦瑞以为自己将要永久过着流亡的生活时,一个仅对她有利的好消息忽然从天而降。 1992年,泰国最小公主纳瓦瑞被亲爹永久放逐。 那一年她年仅五岁,因为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剥夺,纳瓦瑞不得不跟着母亲过着讨饭流浪的生活。 公主与流浪儿的身份转换得如此之快,让她一时不能适应,但没想到更戏剧性地来了,就在她以为自己会永久流浪时,泰国却传令单独召她一人回去。 在护送纳瓦瑞回国的路上,侍从与官员表现得十分惨媚,仿佛她从未经历过他们的冷眼相待一般。 直到回国后,纳瓦瑞才明白,原来父亲让她回国不是良心发现,而是因为迷信。 在纳瓦瑞被放逐后,马哈恰巧找高僧算了一命,高僧告诉马哈,她被放逐的最小公主是镇国神兽,只要有她在泰国一天,国内便能安稳一世。 泰国一直对佛禅特别信任,王子登基王位时都要提前剃度出家,以便受到佛祖庇佑,因此马哈相信这个消息,即令纳瓦瑞回国。 不知是否真的佛祖显灵,自从纳瓦瑞回到泰国,国内的所有动乱便倾刻平息。 也正因此,纳瓦瑞的镇国公主身份坐实,她时不时到寺庙旅行国内职责,地位也日趋升高。 这或许是李连杰见了都要给她下跪的原因,因为纳瓦瑞受到宠爱,她的母亲和哥哥们也得到恩责。 老国王为了感谢纳瓦瑞的付出,调动大量经费,给她四个哥哥上学读书。 保证其母衣食无忧,她的哥哥们也没辜负恩责,如今在国外各处留学,均有朔博学位加深,并从不真王妃之子,跃升为国际精英人士。 纳瓦瑞在王室也无需因为母亲的丑陋行径而被排挤,因为镇国神兽在泰国代表神权,其他人压根不敢为难她。 至此纳瓦瑞才真正意义上有了一个舒适的成长环境。 她有时参加东南亚运动会,有时代表泰国参加马术比赛,有时则跑去巴黎学习时装设计,还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时尚女装品牌。 不过泰国人民喜欢纳瓦瑞,却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镇国神兽身份,而是另有原因。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时,中国人凭借强大的自控力将病毒扼杀在萌芽中,但邻国泰国却因为泰王的失职而陷入一片混乱。 因为疫情发生时,泰王马哈不仅没有治理国家,还带着20多个女人到德国酒店夜夜升歌。 泰国国民敢怒不敢言,德国人却已经发飙,他们认为马哈应该跟人民待在一块,而不是在这里寻欢作乐。 但无论德国人怎样谴责,马哈愣是为了逃避责任,不回国。 而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,却是曾被他放逐的小女儿纳瓦瑞公主。 纳瓦瑞带着大量物资前往抗疫最前线,为自己的人民消灾解难。 之后,又向泰国人全体发表抗疫演讲,神情、态度完全不逊于其父马哈。 2021年5月,泰国媒体爆出马哈因为患重病住院,生命即将遭受威胁。 如果泰王一死,那么王位必将有人传承。 人们很快便想到年轻活泼,处世果断的纳瓦瑞公主。 但根据王室透露的消息,新的王位继承人不是纳瓦瑞,而是马哈的最小儿子提帮公。 泰国人得知这一消息后,纷纷表示质疑,因为提帮公早年被诊出患有学习障碍症。 而且从外表看,提帮公似乎不太聪明。 有媒体拍到他在王室履行寺庙职责时,居然抱着纳瓦瑞嬉戏。 这一幕严重破坏了王室尊佛的规矩。 提帮公也被认为智力有障碍,或者没有学习任何王族礼仪。 所以人们更看好的反而是纳瓦瑞。 只不过纳瓦瑞似乎十分抗拒繁琐的政治事务,他更钟情于自己的马术运动与时装设计。 试想,如果泰国真的被智力障碍国王所统治,泰国究竟会变成什么样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